静东新剧《雷人发型鸟变》社会人静东讲新热的不顾形象放飞自我。 如果《顺月可回头》是由强势传媒出品,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,浙江咸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,广东强势影业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,张建栋编剧并指导,静东、江新、李宗翰、李乃文、左小青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。 静东与蒋新、李宗翰、李乃文、左小青、赵紫棋等明星联合出演的电视剧如果《顺月可回头》在深圳拍摄,该剧讲述了同一个城市中三个彼此陌生的男人因婚姻失败,不约而同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进行治理之旅的故事。 最近,静东在剧中的新造型曝光,我的天呀,能不能再油腻一些,这也太搞笑了吧,简直有一种不敢跟静东对视的感觉,太辣眼睛了。 奶奶灰的发色,加上抽烟烫头的架势,这中年五货仔是不是跑错片场了? 。 奶奶灰的发色,静东这发型,应该套用泡沫之下,女主角引下墨的描述,有一头海藻般浓密的长发,微微卷曲,墨镜下,眼睛像海水一样,皮肤很白,是像牙色,整个人看起来懒洋洋的,淡淡的。 由于深圳到了夏天,天气比较炎热,中年五货仔偶尔会无法保持霸气,成了抠脚大叔。 静东在剧中与蒋欣饰演一对情侣,看了他们的造型,大家是不是更期待剧情了? 最后,只想问导演一句,您是故意让静东增肥演出,让他更像有逆中年人的吗? 不是的话,东哥最近伙食不错哦,目测身伤起码多了十斤肉。 该剧讲述了同一个城市中三个彼此陌生的男人白志勇,黄九恒,蓝天鱼烟婚姻师带不约而同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进行治理之旅,在这里一个有着一段风雨过去的神秘女人将小梅与她们相遇。 四人经历种种,推心致富,相互扶持,终于让她们对家庭、情感、事业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感悟,同时也让她们感悟到往昔岁月。 原本就是一笔丰富的财富,在这些经历中,她们才得以沉淀和升华。